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自由时报的头条是 全序部提出政务人员退休条例修正草案 明定如果副总统依政务人员退职条例办理退职 未来月退不得超过副总统的18万里预金 而这个规定目前仅适用前副总统连战 也被形容为连战条款 再来看联合报的头条 劳动部前年设置的安慰检举奖励金 因为劳减人力不足 现在劳动部决议从4月份开始取消 而中国时报的头条是 陆克缩减再加上一例一休 目前全台至少有1000辆的游览车准备出售 了解完三大报的头条之后 接着来看到的是 碟电话旅行社游览车翻车意外之后 交通部对大客车安全进行检讨 现在打算仿效欧盟 排除市区公车之外 准备强制大客车 全车系安全带 但是规定要如何盯定 还要跟业者来讨论 预计最快在下半年开始实施 交通部规划 未来除了市区公车外 搭乘大客车和游览车 都必须系安全带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 日前已经完成搜集资料 分析国外大客车系安全带规定 发现欧盟多数国家 除了市区公车和巴士外的大客车 都得全程系安全带 也因此朝此方向努力 交通部最近将邀及业者 讨论规范细节 预计这个月召开相关会议 初步朝大客车和游览车 行驶国道快速道路时 都必须强制系安全带 民众多半乐观其成 交往部表示 也将讨论这项新规定 是否有罚则 若确定修法 最快下半年实施 但有业者已经提出 系安全带关乎逃生速度 也应该考虑 山路或车速叫慢的路段 是否都要强制系安全带 记者综合报道